过了一会儿,李老带着药筒回来,搬着一碗熬好的药,陆毅给金夏灌了下去,李老又失了针,金夏的呼吸平稳下来,众人这才松了口气,而陆毅却不能守在这儿,他拜托毛淼和平儿照顾金夏,心里却想着,当初他与金夏先行一步,将夏钦和陆阿易扔在半路,也不知道这两人现在在哪里,一面转过,出了屋子, 长公主的事情极待解决,他现在还不能陪着金夏,否则这颗雷,不知何时就会爆炸,眼下历代帝王才能拥有的死事,在长公主手里,连锦衣卫也没查到,如此重罪,等同日谋反,李毅压界回京,陆毅嘴唇紧敏,虽然长公主说他自己会回京城,但是身边跟着一对死士回京,知道的是贺寿,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谋反呢, 他若是任由长公主如此嚣张的回去,他这个指挥使就做到头了,可是压界回京,说的简单,长公主身边的死士,皆是亲近皇室之力秘密培养的,锦衣卫的战斗力固然高,不过对上皇家死士就有点不够看了,若是能调动卫所军队倒是简单,不过且不说他没权利,就是有权利, 这件事情也不能张扬出去,头疼,陆毅还没出院子,月清风走了过来,递过来一封信,这是刚刚有人放在门房的,陆毅揉了揉额头,将信接了过来,拆开,信里便只有几个字,此时,蓝月楼一叙,徐言语,陆毅脑海里沙士蹦出几个字,这信上虽然没有落款,但是陆毅就知道, 这写信之人一定是徐言语,陆毅错了错牙,这人对惊吓的心思,他恨不能置其于死地,说起来就是当初对着颜世凡,他都没有这种感觉,那这人到底要干什么,想起长公主的话,陆毅眼睛转了转,心里有了计较,子叶,蓝月楼最高处,徐言语一身白衣印着月华,好似九天而下的仙人,一身风姿,一世独立,脚边放着一个小姐, 上面摆了一壶酒,几样点心,不大一会儿,转角的楼梯处响起了脚步声,徐言语回头,一身悬疑的路易,拍着月色而来,周身的气息灵液,眉眼见也染上了几分绿色,好似欲血而归的修罗,令人心惊,就算这如水的月色,也没法柔和这人冷硬的气质,徐言语挑眉,这人当真是除了原惊吓,没人能得他好脸色, 只是原惊吓那般活泼的一个人,如何能受得了这人,则则,摆下了那么好的一个姑娘,陆毅也看到了徐言语,当下一言不发的走到徐言语对面停下,两人的容貌不分上下,这般站在一起倒是赏心悦目,可惜两个人谁都没有心思欣赏对方的美色,他们都知道,今夜他们两个人若是谈不拢,便是你死我活,反正这两人谁都看不惯谁,徐言语也说, 也不废话,陆毅,我们做个交易如何,陆毅眉了眉眼睛,对徐言语这个提议毫不意外,影响怎么交易,简单,我帮你搞定长公主和他身边的那人,你将张和还有我的那批货放了,徐言语将手上的折扇收起,指着小姐,坐下谈,陆毅略意沉吟,没有拒绝,坐在一旁的椅子上,徐言语见他坐下,自己坐在了对面,顺手给陆毅倒了一杯酒, 长公主已经肯回京城,我为何要同你做这场交易,徐言语拿起酒杯冲着陆毅举杯,而后放到嘴边抿了一口说道,你我都不是傻子,现在长公主肯回京,但是你敢这么放任他回京城吗? 他身边那人的身份,不正是你担心的吗?说完,看着陆毅一笑,你若是真的不肯同我做交易,你今夜就不会过来了,陆毅没有说话,但是周春的气息变了,眼神灵漓地盯着徐言语,徐言语面不改色,自从上次高明发现长公主府的秘密之后,他就没放弃追查, 不过他没料到,那人竟然会是死士,若是料到这次也不会同长公主通风报信,他更没有想到的是,长公主不管那两个儿子,竟然会替何荣出头,会对袁金夏下手,他这般做,不但是让陆毅投鼠忌器,更是在威胁他,若是对何荣不好,再去找袁金夏,他就会解决袁金夏,他平生最恨被别人威胁, 尤其是拿女人威胁他,想起袁金夏这两次受伤,都是因为自己,徐言语未免觉得自己欠了人家的,这次找上陆毅合作,确实是长公主身边的死士太厉害,他还真没把握解决掉,不过也不能便宜了陆毅,他这几日才知道,陆毅将他发往东北的货物扣下了。